好,講完一套,怎樣也算是薑絲嗎? 接著下一套的就是... 薑絲二連擊薑絲,謝魔萌 謝謝喪絲,那正名其實就不是這個的 山華麗麗,就是山華麗麗 為什麼這麼難讀的? 我都覺得,漫畫你看回中文版第一卷裡面 作者有說到應該改這個名字 不過很神奇地,改薑絲鬧仔文的出版社 都要將這段版放下去,自表自己 其實可以用女主角的名字來做個片名字 有意思的,作者說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看漫畫版 是不是有腹骨的樣子 這個就看下去了 講回動畫先 首先,動畫就一起來說 男主角是一個蒙薑絲 暖絲控 你瘋了 不要說瘋子,他對愛好和女生不同 那個薑絲 他肯定會間屍 你終於說這個名字了 你終於說這個名字了 我才有幾單這些東西 然後煮完吃 所以,為什麼那邊彈薑絲 還要拿白鴨買 開花,被人插到開花 其實就是這面白鴨發生的故事 如果機友就是千雲 好,男主角 江谷千雲 剛才都說 非常喜歡喪屍 司控 他是對一般的女性 一般的女性 如果你是追加了喪屍的設定 他就會對你 可能會有非常之有好感 其實他是藍版的良公 他不能夠改變世界 他不能夠改變世界 那本來這些網上客就沒有所謂 但是他真的做薑絲藥 幫他死了一隻狗的復活 貓,貓來的 貓,貓來的狗 我看今天貓是狗 貓來的,黑色的 不是狗死了,復活吃貓 不是狗死了,復活吃貓 說他因為貓死了 因為之前他就在 偶然的機會之後 他就拿了一本 製作復活藥的 研究的古籍 不知道會不會出來了 還是中間沒有了些 又沒有了幾月,有些月又爛了 然後就在一個 沒有人的地方 就開始復活的實驗 修行 然後就跟著我們本作的女主角 莎莉莉 不知為何會去到 這個秘密的地方發洩 口井 口井大喊 我想吐了一句,這個女人的名字叫 莎莉莉,拍著有馬的小說 日文的名字很複雜 很難讀 然後為什麼 他好像這麼大壓力 就是因為他老爸是一個死變態 不,鬼父 鬼父絕對是鬼父 他絕對不是鬼父 他是一個紳士 鬼父跟這個變態有什麼分別 我看到他媽媽的圖 他的鬼父睡在浴缸裡 都想飄浮 很頭醉 我知道 所以看到那張圖 他老爸絕對是這套圖裡的 正常人 你不是鬼 我沒有說話 我沒有說話 夜行者的正常和正常人 我們正常人的東西是不同的 夜行者是這樣的表情 但夜行者經常說他是最正常的 他整場人靜了 整場人靜了 你要知道他老爸很耳撇雞 好像Tony Stark 躺在那裡 原來以日子你是這樣的 他老爸究竟是紳士在什麼地方 當然他在人前 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紳士 很痛愛女兒的紳士 很痛愛女兒的紳士 然後在內座裡 他也是一個非常痛愛女兒的紳士 不過紳士的意味就調轉了一點 當女兒生日 他就會帶女兒去密殺 我不知道是一輯還是一張 一輯 一輯拿照 確認女兒的成長 這些理由真是鬼父 而他的理由就是愛的表現 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給他這種愛 我非常相信阿里奈成之後會給他 而阿里奈他自己本身就是 因為他老爸是一個這麼紳士的人 贏者你不要變成你今天 冷靜點 他就連他的交友圈 任何東西都要去管 其實叫做什麼呢 某程度上是一種光顏事 他就要索造他的女兒 可以成為某一種的 標本 熟成 我想起你玩那些美術舞工場 什麼龍貼緊身衣的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啊 我提回你了 大家都聽到舊屎的六個 至於他老爸應該是 非常之喜歡玩美術舞工場 我相信 他老爸好像是把所有他的朋友圈 總之誰黏著他就趕走他 何止趕手搞得家破人王 沒有去到那麼誇張 本身不是說趕走他的 是因為那個朋友說了一句話 對抗父親這個 總之影響到女兒的性格 或者他不聽他老爸說的那方面的事情 他老爸就會出招了 都幾多人害怕我 千宏呢 他就不知道 麗尼和千宏呢 去世啊 有什麼 哇 他想著就淹了他 幾恐怖 我說要淹而已 去世啊 淹吧 去世就是淹 不是有什麼做 文雅 文雅少少的 所以說他老爸就是紳士 紳士過龍了 多恐怖 他幫你做性招募手術 多好 他是一個標準紳士的範例在這裡 即是若然要成為一個紳士 無論在外在的因素裏面 那些人看到他的成功 真是一個紳士 還是內在裏面 也說他是正常人 他是一個紳士 二行者就說他是正常人 為什麼又要提那個名字 我只可以說他是一個表類如一的紳士 沒錯 絕世珍頭 所以他又叫做正常 他是不負紳士之名 這個世界沒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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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是正常人 這個世界真是沒救 我沒有說他是正常人 他是紳士而已 他不是說他是正常人 他不是說他是正常人 當然因為 阿...阿...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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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自己脫離他爸爸的控制 所以他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在這爸爸不知道的地方可以反抗他爸爸 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 最終第二集就給他爸爸第三集 第三集還是第二集 第二集發現了 其實我很欣賞他飲薑絲藥的手法 其實他應該說他一早就打算去死 所以他偷了一些薑絲藥 就算那個薑絲藥沒有用也好 也可以毒死自己 裡面有毒藥所以都可以毒死自己 我很欣賞這個手法 但是這麼小的劑量都可以死 你試一下不如 我有個問題 他哪裏變薑絲藥出來的 薑絲藥其實是他跟千文想復活 他的貓那時候 復活藥的藥癮是要用毒藥的 毒草 那麽奇怪 但他哪裏來得偏方 本書 他家裏是寺廟 寺廟 總之就是他不知道在京都 在親戚那裏發現了一本這樣的故事 現在是劇透的 講完 不過有些東西套糟的就是 當他們兩個 例如阿里尼和貓 吃藥的 劑量有點不同 大家留意一下 沒有關係的 喪屍被咬一瓣 咬十瓣 都會變喪屍 講完 給那隻貓飲這麼大碗 嘩 貓要飲到 然後人 嘩 打死一瓶 他不是喝他 是灌下去 他要除回KG 為什麽要喝東西 要當重 所以他後面 最新那一集 出了什麼 屍體薑硬 這些劑 我想他應該有機會 是用回這件事 對不對 你明明的 喪屍 對喪屍 他咬你一瓣 咬你十瓣 都會變喪屍 講完 這不關你毒藥之類的問題 不同 那個是入血的 吃藥吃藥要除KG 算了 你不要理那些謎字 你不要理那些謎字 你不要理那些醫方 不要拿那些醫術出來講 沒有關係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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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 你肯定 你肯定是這個威廉教授 IPS都要一個細菌 不需要 十個細菌 十個細菌還是一個細菌 不要理這件事 總之 喝了就會變 我解釋你的問題 他喝了在肚子裡 還沒消化 他掉到癌症 插傷了血 消化了就死了 還做鬼 對 還沒消化完 那時候 在湯面的血液 流出血液 帶出血液混流 你不要原來這麼可惜的問題 你老保 動畫有說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總之 我都是老保了 總之他喝了 我死了之後變成 這種藥的效果 副主就寫明 你喝了你就會變殭屍 或者一滴一瓶 都會變殭屍 即使一滴 都會變殭屍 我都想問一件事 應該說 其實喝了藥之後 其實是不會有事的 他發動的條件是 你死了 你肯定 你肯定 我肯定 我肯定 會不會 會不會 生人 即使不插 阿麗兒 他喝了之後 其實他沒有 馬上去變 他之後 因為糟糕了 會不會因為 他喝這麼少的時效 可能要長一點 不關事 我不劇透 大家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之後會有另一件事 出現 之後大家會知道 為何會這樣 這部份就撐住 總之 因為藥而變成殭屍 即使現在的結果 我有一件奇怪的 就是他那個設定 就是那個地方的設定 因為我看回 他那個女主角 就經常對著口井 在喊 但是裡面 千宏在弄藥的地方 是一個保齡球場 你當荒廢地方 沒問題 他會不會在狗剪製的 咦 九斬近有口井 九斬有保齡球場 沒有啦 有很多地方有保齡球場 感覺上那個地方有些奇怪 為何有這麼多保齡球 都拿 總之一個荒廢的地方 總之一個沒有人去的地方 為何有口井就不要問 行了 不要理小節 第三集我還沒看 我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第三集 其實就說到他被老爸發現了 他夜晚吃的 他就是煙 有外面有男人 他夜晚經常走出去 不知道哪裏 然後就查到 他跟這個男主角有接觸的 咦 然後就開始一些紳士的行動 然後就開始警告 你覺得什麼 你是不是你 不讓他把學 找他家 但問題啊 例如他自己走了 然後他媽媽就不故意讓他走 故意讓他走 因為這個媽媽好像不是生他那個媽媽 對 然後他後來就覺得 因為他妨礙他發達 我相信 阿紳士應該不會碰他 應該還沒碰過他 對 他很討厭 他經常在怨 而且他媽媽經常瘀走 所以 他經常覺得他老公不理他 所以就這樣 不是因為有阿麗尼在 他爸爸要阿麗尼 阿麗尼在出生之後 阿麗尼的親生媽媽 跟著就死了 然後跟著就不知為何他爸爸就發神經 可能因為這樣受了刺激 不知這些思想有什麼改變之後 什麼思想的改變很正常人 你說的 你只是撿著我這點而已 他爸爸當然是拿一支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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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鞭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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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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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因為變成殭屍行走的嘛,那我爸爸就... 不關事,不關事,他是一個殭屍熊,你看到那些東西肯定帶回家 我不是說男主角,我不是說阿紳士 阿紳士那麼... 不是,紳士受經過度,雖然見到他起身,但仍然接受不到就回家 因為他自己親身弄到女兒死亡 他潛意識不想接受過女兒死了,嗯,他現在出走的,不關事的,嚇我來嚇不到的 然後阿紳士就回家,然後阿紳士就在男主角的房間發生各種不同的事 有沒有啊? 各種不同的事吧 這個也有動作 HeloHelo 不是,有你老婆 HeloHelo,相信應該是... 聊天不是各種不同的事 要身體檢查嘛 行行行行行行 我想這個故事應該是圍繞這個日常 圍繞這個日常 圍繞這個日常去再... 如果他這樣,他爸爸應該之後會不會再出現呢? 會 絕對會 鬼父鬼母雙雙雙 我預計那個故事會後面講到什麼呢? 應該可能會講到一些比較專業的事 比如說身體如何保養 嗯,有,一定有 我估計了,一定有 那就是他爸爸... 那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經過一段的爭執 然後就說他 薑屍也可以 不會懷孕 不是 喂你,有沒有說你 什麼呢? 跟男主角說一句吧 我女主角交給你了 然後送一堆什麼保養劑啊 什麼防護劑給他 不知道啦 那這個... 你說得好像你看了劇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在這個故事裡面成功 其實做到他爸爸真的很異常 異常得來 但是你覺得他... 好紳士 好紳士的異常 他是一個... 非常紳士的紳士 嗯 其實有一個擔憂就是 因為漫畫他還沒完 我不知道他動畫 一季還是兩季 他想在哪裡完 應該是一季回來的 漫畫... 漫畫的份量有多少呢? 多不多呢? 去到爆露... 那我就不管了 不是 去到第五... 不是 原作去到第五卷的 第五卷 你計... 漫畫來的? 漫畫 就算你當是做三卷 埋味都知道 不是啦 我覺得他有個數... 我覺得他可以拖的 因為始終日常事件可以很多 製作群是可以原創的 而原創得來是可以不影響主線故事 因為這些始終比你日常 即是你... 可能在一些殭屍 或者一些主線的角色那裏 他可以拖一拖 他甚至可以做第二季 但他... 根本他可以做兩季以上 因為他還沒完 當然... 討論一下一些作畫的問題 蛤? 你看到畫崩嗎? 不是啊 我覺得男主角的樣子很... 你說那兩隻角嗎? 是啊 那是貓耳而已 不是Demon 什麼Demon 惡魔 惡魔作為一個實驗 不是惡魔的 什麼召喚儀式那些 是啊 然後他又有屎魔 例來啊 當然不是啦 屎魔肯定沒有 他們是淫獸來的 然後還有殭屍的助手 就是女主角 好強大的情侶軍團啊 怎麼辦啊 但是整體上 他有自己的風格 整個故事的物落 就算是殭屍 就是一個... 吹造得很漂亮 暫時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我... 我初初看那個... 譬如畫面那些 我就以為這個 是賣盟作啊 你錯啦 但是暫時來看呢 都... 暫時都可以 那我看過 我覺得這套東西 的背應該都OK 因為我看到他... 他的特典是... 禮儀的... 成長雪村 告訴你... 告訴你 其實... 雖然... 雖然大家很討厭... 很討厭... 阿紳士老爸 但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阿紳士老爸 可以繼續... 繼續和這個... 有互動的 那些... 水上雪不好 身體好誠實的那些 我想很多觀眾都是的 其實... 那... 那... 看一個原作漫畫 如果大家... 不怕... 浪直下一個 就看下去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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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隻啊 不是我來的 看到 Z隻 剛剛在說什麼 未知生物的抗性 對啦 不過說回來 這套呢 現在盛傳是... 全部就十三話的 應該一貴回來的 應該一貴回來的 它只有五卷 始終它不可以太原裝 有可能可以嘗嘗水溫 看看情況如何 才... 沒有錯 我看到這套東西的作畫 都OK靚 呃... 女主角靚的吧 你聽不到剛剛... 那個左天女子來的 其實... 很多東西都比較飄 其實... 內田真理真人更索 關什麼事 現在不是說真人 講龍話 不夠是回來 我覺得它的作畫 其實幾飄逸 很多東西都會做到 即是很夢幻那種 特別呢 它在懸崖又踏死下來 在那個花牆 那是獵奇 夢幻 那個花牆 那個花牆 我怎樣形容呢 優雅地獵奇 他... 他... 他跌下去那天都不失優雅 而他插死了那個... 優雅不失高貴 高位... 你吹代了無限成為獵奇 達人 優雅不失高貴 高位不失... 華麗 華麗 死那下不失優雅 跌下去那下 又不失獵奇的感覺 喂... 這招叫死亡月不留 哈哈 哈哈 你看看 他想兩隻交互在一起 他那個感覺 你不會覺得... 那個Fusion做得很好 對啦 即使他那條腸 撕出來那一刻 哈哈 打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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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不到那條腸的 不然你這個整體畫面的結構 我們是看的 嗯 你看場景 一片鮮花麻爛的 一位年輕畫美的笑 突然那條腸掉了出來 哈哈 哈哈 那個感覺是不是... 你當是掉了一個粉盒而已 那個感覺是不是很創新呢 哈哈 即是他可以畫到 連腸掉出來都畫得這麼漂亮 是啊 哈哈 所以你不想 好啦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裏 我們來看看 到季尾之後 究竟有什麼優雅而有劣奇的畫面 讓我們看到啦 我想問問 OPED大家怎麼看 沒太留意 我喜歡ED多一點 我沒什麼印象而已 但其實你說好不好聽 就...一般啦 嗯 OP的感覺很一般 留待回顧才千千講理 沒錯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套啦 千千千講理 沒錯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套啦 沒錯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